第111章《梦与梦》的间隙 还是是出来了 在三个秘密的仪式环节中 英格利德这个名字的持有者 与弗雷德里克是秘密情人的关系 然后英格利德后面好像还因为什么是死了 而贾斯特斯还暗恋他 原来这不是第七版 是水门吧 嫩就是带土哥 不过好像看情况 林至少不是卡卡西沙的 不然贾斯特斯对弗雷德里克多半不会有那么客气 不过为什么是秘密情人 安南微微皱起眉头 是因为梅尔文家吗 他作为梅尔文家族的一员 尤其还是出了名的天才少年 在继任人间之神的优先度上 仅次于尤经梅尔文的直系血脉 弗雷德里克的婚姻问题 恐怕不是他自己就能说了算的 根据安南的了解 梅尔文家是纯血的巫师血脉 凡是姓梅尔文的族人 在出生前都会进行才能检定 如果没有巫师天赋 那么在出生前就会被打掉 而梅尔文家也只会迎娶其他的巫师 继续纯化血脉 像是那些外嫁的女孩和入赘的少年 他们的下一代几乎必然是巫师 只需稍加教育 没有从噩梦中陨落 或是轻视度过高 打乱晋升进化的话 就必然可以进阶到白银街 安南在噩梦 白塔中 见过梅尔文家最杰出的成果 尤经 梅尔文 他是第一个想到 米开朗基罗大师 可能没有死在白塔内的人 他甚至最开始就知道 米开朗基罗作为塔之主 居然可以离开巫师塔 而米开朗基罗 甚至必须与尤经 梅尔文事先沟通 才能让他进入这个仪式中 当时安南以为 这是米开朗基罗忌惮他 才将他杀死 目的 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升华仪式 受到干扰 是的 白银街的尤经 梅尔文 是有能力 对这个跨越数年的仪式 进行干扰的 不过现在回头看 恐怕 尤经是自愿与镜中人合作的 因为米开朗基罗 在不用法术的情况下 真不一定能杀了他 这无疑是极为冒险 而收益很低的行动 但尤经 梅尔文又的确死去了 可作为梅尔文家族的下代家主 这竟然没有激起 梅尔文家族的分母 这怎么可能啊 如今再加上弗雷德里克 这个奇怪的例子 无论是 从任务介绍 还是从贾斯特斯的言语中 安南都能分析出 他对悲剧作家一无所知 而且不感兴趣 这样一个人 又怎么可能成为 霍乱领东宫国的狼教授 这个噩梦中 充满了不对劲的违和感 就像是自己忘了什么重要的事一样 但安南又死活想不起来 等一下 安南轻声道 就在此刻 安南的脚步突然停止 因为周围逐渐起雾了 贾斯特斯也立刻停了下来 抬起右臂 示意安南躲在他身后 这屋来的就很离谱 安南心想 怕不是要出boss了 安南抬起手来 轻轻拍了一下 贾斯特斯的后背 身形往他身后稍微藏了一下 或者准确地说 因为两人有着较为明显的身高差 安南所拍的是 接近贾斯特斯后腰的位置 有人 不落之盾 贾斯特斯轻声询问着 他的左手 无声无息地握住了腰间的飞幅 是的 他的武器并非是盾牌 而是斧头 小心 安南小声说道 他看到前面大约80米的距离处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人影 是的 红色 且高亮 被他的咒服天使的左眼 所标示出的 一个高大的红色人形 天使的左眼 附着于左眼 无维持费用 无法解除 当有人准备背叛你时 在你的视野范围中 他将被立即高亮表示 且穿越障碍物显示 因此本效果无需睁开左眼 也能使用 安南巧声道 保护好我 还好都冒遮住了他的表情 才没有让安南极为复杂的 表情被贾斯特斯看到 因为安南看得分外清楚 在自己对面 触发了咒服天使之左眼的那个敌人 他的身形轮廓 与站在自己身边的贾斯特斯 一模一样 下一刻 一柄灼热通红的旋转飞幅 于空中倾斜 45度角 呼啸而至 如电光石火一般 这斧头绕过了前面的贾斯特斯 眨眼之间 便逼近了安南的头颅 果然 他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 这MT是个废物啊 这是安南看到贾斯特斯 完全没反应过来 或者说 就像是完全没看到斧头一样时 脑中冒出的念头 这斧头上 有股酒味啊 这是在飞斧极度逼近安南时 他脑中 冒出了最后的念头 没有任何痛苦 只是在他静置眼前之时 安南眼前突然一黑 嗯 安南轻易一声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并没有死去 睁开眼睛的瞬间 他注意自己坐在桌子旁 就像是上学时的造型一样 双臂胶叠放在桌上 趴在自己的胳膊上睡着了 他甚至能看到自己的胳膊上 有印出来的红痕 这纤细的胳膊 看上去像是个未成年人 安南抬起头来 四处还市 这像是图书馆 但是面积不大 至少不如择地黑塔那里大 周围也有一些人 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而在他身后 是一位匆匆赶来的 有着暗蓝色长发的女孩 他注意到自己醒了过来 有些难以置信地 发出了询问到 清脆而欢欣的声音 弗雷尔 你醒啦 这女孩看上去 至多只有十四岁 望向安南的表情 很是关切 甚至有些 崇拜 这是英格利德 英格利德 安南装作有些困倦的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无意识地问道 好厉害啊 弗雷尔 对安南的试探 英格利德 没有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 他只是压低声音 惊叹道 你居然自己就从噩梦中醒来了 呀 还好 安南嘟浓着 他心中一动 噩梦 什么 噩梦 我帮你去找教授求救了 一会 教授就会过来 你可要跟他解释一下 你是真的追入噩梦了 英格利德苦兮兮地 对安南说道 还不等弗雷德里克回应 他便听到了一个 蛮有朝气的声音 弗雷 安南顺着目光看过去 发现是一个 大约十六七岁 发型有些桀骜不屈的 刺猬头少年 他走上前 兴高采烈地 拍了一下安南的肩膀 我就知道你这混蛋 没事的 卧槽 就在这时 安南突然感觉到 肩膀一阵微痛 这可是被安南的咒咐 过滤一次的微痛 那无比熟悉的位置 让安南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这是 贾斯特斯 贾斯特斯 你干嘛呀 看着安南突然发出一阵痛呼 英格利德不满地 看向贾斯特斯 下手没轻没重的 呀 抱歉抱歉弗雷 我一高兴 少年贾斯特斯有些害羞 又有些尴尬地 摸了摸后脑勺 随后他眼前一亮 我请你吃烤肉吧 弗雷 我听说 最近进了一批 叫国的优质牛肉 我想去吃好酒了 咱们三个一起去吧 呀 那你们去吃吧 听到吃肉 英格利德有些心动 却有些抗拒 我不是很喜欢吃肉 词乃谎言 安南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想法 是怕胖吧 他深吸一口气 低头看向自己身前的书籍 有黑如实的典籍上 刻着暗金色的文字 书名是 相似绿与玉之梦 梦 安南脑中 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名词 梦与梦的间隙 第112章 赞颂天车之名 光是看着这质感 如实似玉的书页 安南就确认 这应该是一本原点 只是看一眼他的封面 安南就感觉到大脑中 传来沉甸甸的负重感 就像是锻炼过后 酸疼的肌肉一样 这种感觉 安南当然也是感受过的 在他阅读原点之后的一段时间 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就像是吃撑了之后 在看到美食时 甚至会有点恶心一样 这实际上是大脑 对身体的警示 事宜不能再吃了 不然就会像是鲸鱼一样 被食物撑死 这也同样可以理解为 是原点的冷却时间 之前的弗雷德里克 应该就是看过了 《相似率与预知梦》 这本书 随后昏迷了过去 进入了噩梦 难道之前是他的预知梦吗 安南思索着 就在这时 安南眼前划过了新的引入剧情 弗雷德里克阅读过原点 《相似率与预知梦》后 便坠入了噩梦之中 无人的街巷 断绝的友谊 神明的阴谋 失去的恋人 是过去的他 遇见到了未来 亦或是未来临死前的 意起了过去 弗雷德里克所知道的 仅有一件事 按照预言中的发展 英格利德即将面临不幸 而他必将拼尽一切 阻止那不幸未来的降临 看完眼前的引入剧情 安南面前 终于展开了大片的数据流 主线任务 改变命运 阻止英格利德单独行动 一条主线任务的下面 跟着一条起到提示作用的 支线任务 安南终于想起来了 为什么他之前 会感到一阵莫名的违和感 不是因为那空无一人的街巷 也不是因为 周围存在什么异物 或是他察觉到 自己在梦中 仅仅只是因为 他已经接触到了 最关键的角色 贾斯特斯 可他的主线任务呢 为什么没有刷出来 这种情况安南 也的确见过 那就是噩梦 画廊中外界的部分 仅仅只是选官的位置而已 如今看来 或许之前 只是弗雷德里克的 预知梦而已 大概 但如果那只是他的预知梦 似乎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进入时的提示 同时有弗雷德里克 和贾斯特斯 这两条 嗨嗨 就在这时 安南听到了一声轻壳 他 注意到贾斯特斯 与英格利德的表情 突然变得严肃而紧张 于是他若有所悟 也立刻站起身来 向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望去 迎面来的 是一位脚步轻盈的老者 他灰色的凌乱长发 披散之间 穿着类似古罗马人的 托家长袍一样的紫色服饰 灰色的瞳孔中 悠然平静如水 他穿着灰色的布鞋 自左肩至右腰 披着一条 暗灰色的蕾丝披带 脸上洋溢着笑意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酒气 叫瘦 三人一口同声地应道 而老人看到三人 不禁露出了笑容 在他笑出来的瞬间 安南嗅到了一丝 醉人的酒意 那并不算是酒臭 明明是从口中涌出 却 如此醉人 以至于只要轻轻嗅到分毫 便让安南的头脑有些混沌 脸颊有些发烫 我就说 怎么会觉得 仿先被触碰 竟是贵客降临 他像是一个喝醉的老人伴 对三人露出真切无比的开怀笑容 如同夸张的戏剧演员般 将右手的中指 与无名指抵在胸前 身子微微前倾 健壮 贾斯特斯和英格利德 有些不知所措 但安南却是心中突然一挤 因为他看到了老人 食指上套满了的金戒指 他意识到了 眼前这个醉酒老人的真实身份 灰教授 赛提 在这个时代 应该是世界第二的偶像巫师 他似乎一样便看出了 安南的真实身份 所以才会若有所指地 称呼他为贵客 如小丑般滑稽地向他 行李 如此美妙 老赛提围着他们绕了一圈 嗅了嗅他们身上的味道 如同在品味美食般 愉快地眯起了眼睛 是逃离珠王的小虫 散出的芬芳 是逃离者 拯救者 背叛者 亦或是自我麻痹的圣人 老人一由所指 安南微微眯起眼睛 贾斯特斯他们无法完全理解 只能听懂一小部分 英格利德有些慌张地解释道 教授 弗雷德里克 是真的进入了噩梦 是 真的 只是他又醒过来了 他说到这里 轻轻拉了拉安南的右手小指 央球般的小声道 你也说说嘛 就是啊 教授 贾斯特斯的声音很大 立刻盖过了英格利德 他叫嚷着 弗雷是真的睡过去了呀 很危险的呀 闻言 灰教授却只是微微一笑 他笑眯眯地看着安南 是做了梦 还是从梦中醒来了呢 事先做了噩梦 又从噩梦中醒来了呀 一旁的英格利德 连忙摆着手解释道 安南却只是沉默了一回 他试探心地问道 您觉得呢 没有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灰教授缓缓说道 他注视着安南的瞳孔 你想要阻断憎恨 阻断不幸 但那是错的 你会如此想 是因为你有着龙之心 龙之心是强力的 比豺狼之心强盛 比人之心强盛 比狮子之心也更强盛 但人类没有那样强大的心 唯有憎恨 能给予人长久的力量 我等只是凡人 而非十二位龙 安南沉默着 他缓缓抬起头来 注视着灰教授 他愈发地确定了 灰教授那灰色的瞳孔 已然穿过了弗雷德里克的身躯 看到了他的内在本质 但贾斯特斯他们两人 显然没有理解 贾斯特斯反而是眼睛闪亮地 看着灰教授 灰教授观点的表层 对于少年人来说 的确听起来很酷 但他显然没有理解 灰教授到底在暗示什么 这是跨越了梦与现实的隔膜 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 进行的跨界对话 您的意见呢 沉默一会后 安南开口问道 受限于梦中人 不能表现自己已发现 这是噩梦的制约 灰教授不能与安南直言 只能用绕圈的 不说人话的方式 对安南传递 模棱两可的意志 换言之 就是得靠安南自己来悟 上一个看穿自己 是梦中人的 似乎就是如今的镜中人 如此看来 灰教授与米开朗基罗 似乎也不差太多 灰教授嘴角微微上扬 他灰色的瞳孔满怀笑意 其中却没有映出丝毫的人影 他如此自顾自地送念道 让我安然不入坟墓吧 你们只需祈祷 不幸之人 必将现身于不幸之炉 我的手必被灼烧 耶尔变得强力 我的足必被灼烧 耶尔变得矫健 我的瞳孔必被灼烧如琉璃 耶尔得以注视 天车 这好像是领东的一首诗 在沉默之中 英格利德出声猜测到 赛提微笑着看向他 那么后面的呢 你记得吗 英格利德 我注视太阳 谋求风于同中之光 安南法开口冷声皆道 可我注视太阳之时 留下的却只有泪水 我心知己身只是繁雾 在光界的熔禄中 我的身躯中被坟禁 牙齿腐烂 皮肉溶解 我为此痛哭 我竟是繁雾 在噩梦 狼吻中 他听过这首诗的片段 后来在纸记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这首尝试的全文 他所讲的 是一位狂热追求天车的狂人 故意以凡世间的痛苦折磨自身 想要让自身变得超凡脱俗 随天车升入光界的故事 这份知识具有重量 因此许多人认为 这是暗示那些没有才能 却追求成神之路的超凡者 因为升华仪式本身 通常便被比喻为天车 神明飞升的过程 被比喻为被天车送入光界 灰教授所念诵的 事实开头部分的内容 狂人与父母告别 信心满满准备踏上追寻痛苦的旅途 而安南所回应的 是接近三分之二位置的内容 讲的是 狂人经历诸多磨难之后 发觉自己仍是一位 无法乘上天车的凡人 因此 万念俱灰 这通常被仪式师们认为 他所暗示的是 即使拥有强盛的欲望 但没有踏入黄金街的话 依然无法飞升 反而会自我毁灭地劝谏 安南会记住这首诗的内容 是因为他的名字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赞颂天车之名 可能会认为 赞颂天车之名 是一个狂人 已过于崇高的理想折磨自身 随后从理想中开悟 得到升华的故事 而一般的仪式师和超凡者 可能会认为 赞颂天车之名 这首常诗所描述的 只是关于升华仪式的神秘知识 如果是在游戏里的话 它或许可以表现为 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 会在掉Sand的同时 得到关于升华仪式的知识或技能 但安南知道 它其实是一本预言书 纸基甚至都不清楚 这件事 而是在预言几十年后 将会诞生的真理之书 天车之书 而此刻 灰教授在安南面前 送念这个段落 他所表述的 当然不是原因 而是在向安南暗示 他已经看破了安南的灵魂本质 安南无声地思索着 除此之外 恐怕灰教授还另有所指 所谓的 不幸之人 必将现身于不幸之卢 这是否在强调贾斯特斯的命运 灰教授莫非早已看到了 贾斯特斯作为不幸之人的终末 所以他 才会给予贾斯特斯以增恨 这是为了让这份恨意 成为他进阶黄金时的养料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贾斯特斯的声音 在安南耳边响起 等一下 想到这里 安南顿时惊觉 灰教授这好像 是在鼓励贾斯特斯去复仇 故意制造增恨 制造不幸 宁莫非真是与之波斑 我现在是不是也要起舞了 凡物吗 灰教授呵呵地笑着 不置可否 你说是就是吧 灰发灰眼的老人 转望向贾斯特斯 你想得怎么样了 贾斯特斯 要不要成为我的学生 嗯 怎么说呢 贾斯特斯挠了挠头 露出了憨憨的笑容 我对成为超凡者 其实没太大兴趣 能成为一名富商 安稳地度过 下半生 我就已经知足了 呀呀 说起来 英格利德在一旁恍然道 我记得爱丽森和你是青梅竹马对吧 那可太幸运了 爱丽森可是真的大小姐 又温柔又可爱 我要是男孩子就好了 蓝黑色长发的女孩 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啊 好羡慕 我也想要有钱的美少女养着我啊 他叫唤着 贾斯特斯文言 表情却是微微僵了一下 支支吾吾地硬着 呀 嗯 一旁的安南 悄无声息地围观着 看得是津津有味 咦 这是什么三教练 英格利德和弗雷德里克 似乎相互喜欢 而贾斯特斯被大小姐爱丽森所爱 又暗恋英格利德 太扭曲了 太扭曲了 多来点 多来点 他忍不住在心里低声感叹着 英格利德不知有没有感觉到 贾斯特斯心中的尴尬 只是露出了有些忧虑的表情 但是 贾斯特斯 爱丽森的父亲乔恩 是白银街的超凡者 还是掌控连能迅使这一职业的家族 而乔恩先生强大的根本 是继承了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咒服 爱丽森没有超凡者的天赋 他肯定希望 女婿能够继承这道咒服 他欲言又止 英格利德的话没有说完 一般来说 咒服并不一定要传递下去 别说是传给孩子 或是学生 这类亲近之人了 毕竟咒服的本质 也毕竟是诅咒 亲自诅咒自己的子嗣 怎么说都不太对劲 但乔恩先生这里的情况特殊 如果他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继承人 恐怕就要将这道咒服传给外人了 那就意味着 会有另外一人 比爱丽森更符合乔恩的继承人这一身份 这种情况下 如果对方安分守己还好 可如果对方试图谋夺家产 爱丽森怎么与他去证 贾斯特斯 却是对此不以为然 不知出于何种想法 他极力争辩道 我认识爱丽森的时候 又不知道他是大小贱 爱丽森也是一个节俭而安静的孩子 他也对商会的是不怎么感兴趣 连能训事如此危险 商会里面也是勾心斗角 要是有人想继承的话 就让他拿去吧 话不能这么说 贾斯特斯 徽教授走过来 摸了一下贾斯特斯的头发 笑呵呵地说道 你可以不要 但不能让爱丽森也放弃 因为那是属于他的东西 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那就让他拿主意呗 贾斯特斯不以为然的习惯性 顶嘴道 一旁的安南 却是微微眯起眼来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根据奈菲尔塔利的说法 不洛之盾 贾斯特斯 最开始进入灰教授那里学习 是希望 让自己青梅竹马的富家大小间 能够幸福 因为自己没有能配得上 所爱之人的地位 更没有能让他幸福的资本 可看 如今贾斯特斯的表现 他似乎与爱丽森的感情 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深 看起来 大概就是普通有人的级别 如果他真的喜欢爱丽森 那么就应该 设身处地为他着想 可看他的反应 却像是不断在对英格利德 强调着我根本不在乎 爱丽森家的钱的矛头小子一样 突然 安南回忆起来了 如果说 因为自己 没有能配得上 所爱之人的地位 更没有能让他幸福的资本 这句话 里面的所爱之人 指的不是爱丽森 而是英格利德呢 所以 在贾斯特斯与爱丽森结婚之后 他才会一直 在外面工作 不是因为贾斯特斯 是一个搞反了过程 与结果的语者 而是因为 他根本就不喜欢爱丽森 他只是在利用 爱丽森商会的人脉 或者也有可能 是在图谋他 父亲的咒服 获取力量 唯有憎恨 能给予人长久的力量 妈 安南南南道 他意识到了另一件事 不洛之盾 贾斯特斯 已经是黄金街的超反者了 即使在地下都市 他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虽然比不上灰教授 或者说 遇古者 但地位也绝对比智者们高得多 更不用说 他是一位守护者 积攒了大量的人情 如果他的目的 是为了向害死 英格利德的智者们复仇 那么他早就可以办到了 或者说 他已经办完了 那么 在上一段梦境中 贾斯特斯说过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这个 他们 指的到底是谁 是那些智者 还是领东 公国 如今的狼教授弗雷德里克 真的还是弗雷德里克吗 安南想到这里 望向了灰教授 老人 冲着安南微微点头 他拿起安南面前的书 轻笑着 出去走走吧 不要一直握着屋子里看书 就在灰教授开口的瞬间 安南从他口中 嗅到了熟悉的酒味 正是在上一段噩梦中 贾斯特斯身上的酒味 也是袭击安南时 斧头上残留的酒味 能够让龙喝醉的抹酒 光是呼吸 就会觉得脸颊发热 只需接触人类的皮肤 便能使其瞬间昏迷的毒药 即使是白银之躯 也无法抵抗的强大毒性 这种烈毒的酒可不多 即使是无谁一醉 也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安南也终于想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了 这应该是 还没有加入成年龙族的 活性血液的龙棉合计 是储存 或者说封印圣海古时 所必须的魔药 第114章 教宗特里希诺 本杰明大师 如今是不是该叫您 本杰明殿下了 龙警察坐在沙发上 对着坐在桌子 另一侧的本杰明笑道 不过 您毕竟是我老师的老师 在我们那里 其实应该称呼您为师祖 称呼而已 本杰明将茶杯放下 发出低沉的声音 我又不是偶像学派出身 你怎样称呼 我都是可以的 与对其他人实不同 本杰明对龙警察的态度 却是意外的不错 他将怀中所抱着的 暗金色椭圆形的镜子 也放到了自己的桌上 左手边 本杰明自己也将教宗长袍 脱了下来 龙警察明白他的意思 本杰明这是在说 他如今的身份并非是教宗 而是泽地黑塔出身的巫师 在泽地黑塔毁灭后 泽地黑塔出身的巫师 就已经不多了 而萨尔瓦托雷 是本杰明最出色的弟子 龙警察更是 萨尔瓦托雷门下的大弟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相当亲密的 偶像学派的巫师 很在乎称呼吗 是的 非常在乎 本杰明点了点头 对他们来说 称呼就是一切力量的根本 无论是名字 职位 称号 外号 偶像学派巫师 能够从他人对待自身的态度中 获取力量 同样也会因为 他人对自身的称呼不同 便改变自身对他们的态度 他拿起一块点心 随口说道 龙警察似懂非懂的 人为师祖 和称呼您为教宗 您对我的态度 就会完全不同 不对 并不是我对你的态度 会变得不同 而是回应你的 其实并不算是同一个人 本杰明摇了摇头 举了个例子 你们应该知道 安南殿下 是去进化贾斯特斯的噩梦了吧 是 但贾斯特斯不是偶像巫师吧 不落之盾贾斯特斯的确不是 但在他的噩梦中 必然会出现狼教授 弗雷德里克 你们知道 弗雷德里克被梅尔文家 除名这件事吧 对于偶像巫师来说 贝除名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远比普通人要深远 所以 他才能成为一种惩罚 在得到名字之后 才算出生的领东公国 贝除名 就等于是直接包除 作为人类的一切权利 可对于偶像巫师来说 贝除名甚至会 损伤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会将称呼 连同对应的身份 一起绑定 本杰明解释到 在弗雷德里克 还有梅尔文这个姓氏的时候 如果用带有姓氏的权名 来称呼他 就能换出他灵魂中的神性 因为在他做一个 梅尔文的时候 他是神子 而如果避开他的名字 而用逆称去喊他 那么做回应的 就只能是凡人 那么 在他被剥夺了梅尔文这个姓时候 他也就无法使用神子的力量了 所有关于梅尔文的力量 都会一并消失 虽然破坏巫师 是公认最危险的职业 但在我看来 偶像巫师也是同样的危险 他们危险就危险在 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自我 这样啊 龙警察恍然大悟 大概明白了 如果说 普通人是用一个角色 同时兼职多重职业的游戏账号 那么偶像巫师 就是每一个职业 都会单独开一个角色 来就职的类型 那也就是说 偶像巫师必须规划好 自己的人生才行 是吧 你说的没错 偶像巫师没有回头路 他们所做出的决定 就必须一直做下去 一旦放弃了某个身份 就等于他们放弃了 在这个身份中 所获取的一切力量 原来如此 龙警察难难道 那果然还是得让阿店 去预估者阁下那里 阿店 本杰明询问道 是你的朋友吗 算是后辈吧 他有着偶像学派的适应性 龙警察点了点头 既然偶像学派没有回头路 那自然要给他找一个最好的老师 我的建议是 不要去 沉默许久 本杰明眉头紧缩 咦 龙警察压抑地询问道 为什么 他话一出口 就立刻反应了过来 预估者有问题 他作为预估者赛提之前的称号 是 灰教授赛提 而在那之前 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赛提 只是他的姓氏 他的真名叫做特里西诺 赛提 是谋杀与阴谋之神 悲剧作家的教宗 本杰明 缓缓说道 区区凡人 怎么可能窃夺在未来成神的 镜中人的力量 就连镜中人 自己都无法窥破未来 毫无疑问 那需要悲剧作家 亲自出手 才能做得到 悲剧作家 有名最久的狂徒 戏剧与预言之神 哀叹者 是 相似律与预之梦 相似律与戏剧创作 相似律与预言 三部曲的写作者 至少在相似律这条道路上 悲剧作家 走得比任何人都要远 这也是悲剧作家 当年生神时的创造的工作 与至高的冠冕 在他的升华仪式完成后 他的研究深度 远胜全世界所有人 在他生神过后 直到现在 相似律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 像是梅尔文这种研究 相似律的家族 至今也在延续 他当年的研究成果 无论是预估者 还是狼教授 他们所掌握的相似律 都是直接继承自 悲剧作家的流派 除非是向预估者 学习神秘知识 否则我不建议 从他那里学习任何东西 尤其是偶像学派的巫师 因为他们的命运 是真的会通过教授这个过程 而交缠在一起的 本杰明说着 望向了安南沉睡的方向 安南与悲剧作家 早已结缘 在安南 还未曾失去记忆的时候 他便从悲剧作家的阴谋中逃生 并与悲剧作家打赌 这份命运 在后来 似乎又得以强化 他应该是又见到了悲剧作家的噩梦 或是破解了他信徒的阴谋 悲剧作家 并非是偏执的权力者 而是恶难 命运 巧合的欣赏者 他热衷于旁观他人不幸的命运 为他们发出哀叹 却也期待 能有闪光的灵魂 击碎重重叠叠的阴谋 以不可能之事 成就英雄的史诗 无论是阴谋的胜利 亦或是阴谋的失败 都能够取悦于他 他毕竟只是一位 发颠痴狂的剧作家而已 他只是在期待 更精彩的故事而已 换言之 只要是足够有趣的灵魂 足够有趣的命运 都有可能会被悲剧作家盯上 到了那时 就真是逃也逃不开了 本杰明如此郑重地说道 第115章 感觉真安静啊 下略 安南跟着英格里德他们 搭乘地铁 离开了阳谷地 当然 按照地下都市的规矩 这个时候的阳谷地 还不叫阳谷地 如同 这个时间点的梅境极地 也不叫梅境极地一样 因为灰教授赛提的存在 这里被称为灰塔 同时也有着倒影之塔的外号 意思也就是说 灰塔相当于地上 世界的乌师塔 在地下世界的倒影 而这实际上 是在夸赞灰教授赛提的实力与学识 将它与乌师塔的塔主 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不过就安南的感知来说 就算赛提暂时还比不上塔主 也已经相差不多了 在三天后 他们还有课 所以三人也没有跑得太远 毕竟他们三人 还在赛提身边学习仪式和神秘知识 学校只是放在三天假 他们要是直接出省旅游 那也太怪了 除了赛提的乌师学徒 是被他亲自教导的之外 其他那些学习神秘知识的学生 都是统一上课的 而且是在学校内长期住宿 当然 是管住不管吃的 教师除了赛提本人之外 也有赛提教出来的其他学生 因为来学习神秘知识的仪式 实在太多了 而赛提这里的收费也并不多 或者说 具体要多少是看缘分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碰运气 安南在路上旁敲侧击地打听到 光是和他 英格利德与贾斯特斯同期的学生 就超过80人 他们上课的时候 都是用类似礼堂的大教师 分年级 系统性地学习神秘知识 比老爹代徒弟 可是正规多了 当然 课程是肯定没有普通大学那么紧的 他们每周大约是两节课 一年到三年左右毕业 如果有才能出众的学生 就会被赛提召为入室弟子 学习超凡者的相关知识 成为猎人或是巫师 现在回想一下 奈菲尔塔利 应该就是从仪式师学徒的身份中毕业的 不过 安南无声地望向了前面的贾斯特斯 说起来 奈菲尔塔利说过 他是唯一抗拒了命运 还成功的例子 不过 就目前来看 贾斯特斯也是被灰教授邀请的情况下 却选择拒绝的人 而贾斯特斯 最后还是成为了超凡者 那么 奈菲尔塔利 真的能维持他的决心 直到最后吗 到了到了 贾斯特斯兴高采烈地 看向一家店面 上面用很花哨的字体 写着 棕榮岛特色口漏 从外面一看 就知道 是用据点房改制而成的饭店 这是饭店具有实力的证明 说明 这里在人烟稀少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并且一直干到了城市 变得兴盛起来为止 这里似乎是叫班古林 安南下车的时候 看到了这里的路牌 他应该是以周围的特色产物命名的 这里有着大量看上去像是珊瑚 像是中乳石 又像是生物的脊椎斑 一节一节 逐渐垒高的弯曲盖制住 这些被称为斑古柱的 黑黄相间的自然产物 是这里的特产 黑色的斑纹 是骨质被腐蚀时形成的痕迹 而黄色则是氧化层 如果将这些骨损的外层削开 就可以露出里面乳白色半透明的 类似芽油脂一般的骨质层 只有在宝石矿脉的正下方 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才会诞生出这种宝物 而它本身也是一种宝石 这便是神秘材料中的石脉之极 也可以称为大地之星 或是山脉之髓 不光是一些仪式中有需求 而且 它本身也可以制成吸收冲击力 降低坠落伤害 或是增加体重的咒物 比如说 前行者 如果拥有降低坠落伤害的咒物 就可以跳在大地上时 不会轻易被冲击力震到脚麻 或是骨折 而重装战士 也可以在金属盔甲中 掺入大量的石脉之极 这样的话 它们就可以防止被敌人击退 或是击飞 如果加入到头盔中的话 还可以有效抵抗盾气的冲击 它同时也是束缚超凡者罪犯时 用的手铐 脚料的关键材料 它虽然不会特别坚硬 但如果与金属掺在一起 就可以大幅增加重量 最顶配的用法 就是与金晶一起制成金香玉的镣铐 这里是宝石矿脉的正下方吗 点好了肉之后 安南挑了挑眉头 向贾斯特斯询问道 我记得 这里应该离宝钻岛很远吧 也就是说 独绝支柱的正下方 有一条宝石矿脉 这还真是安南不知道的事 整个独绝支柱都没有多少人烟 那里很是荒凉 并非是城市 而是一片大雪原 以前似乎是第三级留下的遗迹 那些实质的建筑群 不知被何物打成了碎片 破碎的石柱上 爬满了墨绿色蕨类植物 而这些植物是有毒的 回去后 得让大哥派个调查队 去独绝支柱勘探一下了 安南下定了决心 当然 前提是 如果安南能保留记忆 活着回去的话 全世界恐怕也就是在地下都市 才能同时享受 棕榕岛的烤肉匠人的手艺 以及教国 最新鲜优质的牛肉了 贾斯特斯显然有些兴奋 安南轻笑道 你看起来很期待 我的确是期待嘛 我想吃很久了 贾斯特斯轻轻拍了拍桌子 没敢太用力 他压低声音嚷嚷着 自己一个人又没法出来吃烤肉 那未免也太寂寞了 你们两个又天天忙着看书 我可不想被别人用呀 那个可怜孩子 他居然没有朋友的怜悯 眼神盯着 难得你们今天有空 我可太不容易了 他这个时期 长得还不够强壮 不如说 甚至有些瘦辱 大约就相当于16-17岁 高中体育社团 中等偏下水平的体型 等待着烤肉的时候 英格利德左手食指上 戴着的海螺形蓝宝石戒指 突然亮起了明灭不定的微光 他有些压抑地将戒指 放到自己耳边 闭起一只眼睛 专心聆听了一回 好像是老师 是很大端的一段话 英格利德有些为难 环顾四周 这里有点吵 我出去再听一下 一旁的 安南都快看傻了 这是傻玩意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法术BB机 还是法术语音消息 偶像学派 还能做出这种骚东西的 但这时 安南没有忘记 他的主线任务 阻止英格利德单独行动 虽然感觉周围很安静的样子 也没有什么敌人 安南的左眼 也没有检测到背叛者 弗雷德里克 作为巫师的强大感知 还能检测周围人的敌意 而结果自然也是无 不过 还是以防万一 这么想着 安南也跟着起身 我跟你一起去吧 唉 英格利德愣了一下 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 只是接一下老师的传信 我猜 应该是让我们回去的时候 带点东西 应该是没什么大事 贾斯特斯也跟着帮腔道 是吗 你们别一起 抛下我一个人啊 要是上了肉 我是等还是 不等啊 你肯定等着呀 安南撇了他一样 露出笑容 等我们回来 乖啊 你这家伙 贾斯特斯都浓着 于是 安南跟着英格利德 离开了烤肉店 门口 其实就很安静了 但传信使里面的声音 着实不大 辉教授貌似是在喷泉广场 或是课堂附近 周围 能听到明显的打闹声 把塞提的声音盖住了大半 还是听不太清 英格利德嘟浓着 安南示意 让英格利德 把戒指递到自己耳边 你们 回来 注意安全 领东 风暴之女 天象 还是听不清 安南抬起头来 微微皱紧眉头 而且 怎么还有领东和风暴之女的事 灰教授这也太不注意了 怎么不好好录音 根本听不清啊 我们再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吧 英格利德小声说道 这里还是有点吵 那就那里吧 安南很快看到一个寂静的死角 那是两栋高楼之间的窄像 里面堆了不少垃圾 想要两个人通行 都有些麻烦 最窄的地方 还是突进来的 只能两人一前一后 侧着身子走过去 才能不被 尘土蹭到衣服 这里总够安静了吧 第116章 这里是梦 还是现实 等到安南和英格利德 蹭到了小巷子的最里面 才终于算是到了足够安静的地方 他向着街对面 烤肉店里的贾斯特斯 笑着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 看得见他 随后便放出了 灰教授送来的那一段语音 那是很大端的嘱托 你们挤得尽快回来 不要当得太久 注意安全 我刚刚接到消息 领东公国上一代的风暴之女 今天完成了自我献祭 但下一任风暴之女 是伊凡大公的姑姑 她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需要使用仪式和魔药 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 才能继任 具体的仪式时间 领东公国决定安排在12天后 这两周内 没有风暴之塔的镇压 全世界都有可能出现 各种形式的天象 紊乱 比如说 火山爆发 海啸 地震等等 深前层的海底隧道 可能会发生坍塌 都市区也有可能会发生地震 引起底层塌陷 开裂 或是天穷 及地铁车道坍塌 你们最好快点回来 不然 可能会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天穷或是车道坍塌 回到灰塔之后 多少会安全一些 原来如此 安南恍然 原来是在这里 他已经明白了 最开始 安南就没有考虑过地震的问题 因为就算有 多半也会被地下都市 给拦截下来 所以 地上世界没有地震记载 也是很正常的事 地底并非不会出现地震 或者说 因为地下都市的深度 并不算太深 即使是浅缘地震 也会发生在他们的下方 地下都市 能够顺利地建立起来 恐怕就是以风暴 支塔的存在为前提的 无法完全镇压地震的话 在地底 根本无法顺利地 建造城市和隧道 怕是稍微建一段 随便遇到个小地震 也会直接震塌了 更不用说脆的 一匹的海底隧道了 原来他们是默认了 地底世界不会出现地震 安南第一次 能如此明晰地意识到 乌尸塔存在的必要性 别的乌尸塔 所负责的使命 安南暂时看不太出来 但风暴支塔 能直接镇压天灾 这对于五大国 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恐怕在接下来的12天内 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组织 避难了吧 安南瞥了一眼英格利德 既然如此 你现在是不是快死了 当然 安南他没好意思 把这话说出声 最开始 安南还以为英格利德 是死于黑晶田的 那次荣烟倒灌 所以狼教授 才会对领东公国发起报复 可在弗雷德里克表示 自己不知道 没进极地的成型原因时 贾斯特斯却不觉得意外 还会跟他 好生好气地解释 如果英格利德 真的死在了黑晶田 但是弗雷德里克 却忘记了这件事 贾斯特斯 恐怕根本不会多加解释 反而会揍他一顿 与此同时 贾斯特斯却能从黑晶田 变成没进极地的这件事中 联想到英格利德的死 这说明 英格利德 应该不是死在 荣烟倒灌的那次事件中 现在想想 也正常 英格利德一个少女 没道理 跑到勘探层的金矿田 去闲逛 按照理性来说 为了避免地震 对人员造成伤亡 智者们 应该选择关闭所有城市 全体聚集到避难点 或是直接号召居民 离开地下世界 在地上等待12天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因为毕竟只有12天时间 短短的12天时间中 不一定会发生什么天灾 比如说海啸 火山喷发 或是地震 如果他们撤离12天 然后再重新搬入 这之间的成本就太高了 姑且不认饮食与住宿的费用 还有务工费 与在混乱的撤离过程中 造成的财产丢失 以及他们 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原本法律管制力量 就严重缺失的地底都市 更是难以管理 每座城市 有不同的法律 人们 自然也有不同的习惯 平时倒是没事 可 如果集中避难 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于是最后 智者们 不仅没有下达避难命令 反而将情报完全遮掩起来 从安南没有得知这件事来说 最后的损失 可能的确不大 应该只有班古林 变成了士古林 这12天内 应该只发生了一次地震 也就是让英格利德 死去的那次地震 也就是 这里 此刻 现在既然如此 那么徽教授的真实身份 恐怕就是 安南与英格利德对视一眼 还不等安南说什么 他就突然感觉到 脚下传来了剧烈的摇晃感 他的瞳孔 瞬间收紧 在安南的注视中 远方的班古林 突然开始自上而下的解体 就像是无数用可乐一拉罐 堆起来的无数高筑 突然不约而同的一节节坍塌一般 又像是超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 如同黑黄色的 于虚空中冻结的山与海 发出山崩海啸般的咆哮 随后轰然坍塌 那是无比壮观的场面 英格利德看得有些出神 而安南回过头来 正巧看到 他身侧的建筑 也突然摇晃着 向他道来 那一瞬间 安南眼前的世界 突然变得昏黄而缓慢 从街对面的烤肉店中 望来的贾斯特斯 眼中露出逐渐变得惊恐的表情 他向着两人伸出手来 小心 安南大声喊着 一把抱住了英格利德 他带着他 在极狭窄的小巷里奔跑着 两人的皮肤都被石墙擦伤 但即使如此 他们也只是从最里面 跑到了接近出口的位置 看着越来越缓慢的 昏黄色的世界变得逐渐抽象 如同一副油画一般 安南感觉到自己的脊椎 火热到近乎发烫 他强烈的直觉告诉他 危险已然临近 那么 他不假思索地 将英格利德推倒在自己身下 而安南自己则张开双臂 一左一右撑在了两侧的墙壁上 如同坚实的散面 在贾斯特斯惊恐的目光中 弗雷德里克的身形 被倾斜着 缓缓倒下的高楼所淹没 与历史上不同的是 原本应该被埋葬于 小巷子尽头的英格利德 却在弗雷德里克 所支撑起的穹顶下 存活了下来 如同所有地下都市的居民一般 在濒临死亡之时 安南却没有失去这段记忆 从噩梦中惊醒 他眼前的世界 变得昏黄而干枯 并逐渐变得昏暗 整个世界与此禁止 只有安南的思维 在飞快运转着 他同时感受到了 后背被巨石轰击 喉咙中 溢出鲜血的铁锈味 以及进风扑面 迎面来的龙眠合计的味道 哇 安南反应了过来 这是一次选择 是坚持不动 为英格利德 抵挡这次必死的命运 亦或是向侧面避开 躲开贾斯特斯之初的飞斧 到底是最开始的未来 是弗雷德里克的预言梦 亦或是童年时的过去 是弗雷德里克临死之前 一起的童年的执着 是做了梦 还是从梦中醒来了呢 灰教授的声音 在安南耳边 无比清晰地响起 到底 哪边才是现实 哪边才是梦境 第117章 噩梦 患热 通关 应该是预知梦吧 或者说 就权当未来的部分 是预知梦 安南很快做出了决定 他不想躲开 他相信 弗雷德里克 也不会想要选择逃避 反正在两条时间线的 最后那部分中 弗雷德里克 本来也都已经瀕临死地 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就想想看 如果是身体主人的话 会怎么行动 然后就随着他的意志而动吧 无论安南这里是否避开 恐怕多半都会死去 假如这是弗雷德里克 临死前的回忆 那么他就算是 躲开了迎面飞来的那一幅头 在面临英格利德时 选择了逃避的他 又如何去面对 那个选择了背叛的贾斯特斯 那恐怕是 另一条时间线的贾斯特斯 而如果弗雷德里克之前 所做的那个 《街上无人的梦》 仅仅是因为 他看了那本书后 脑中映出的欲知梦 那么他此刻 如果在承受了一次伤害后 选择翻滚出去 躲开落下的墙体 或许小小年纪 便进阶到白银街的 弗雷德里克 的确是不会因此而死 至少还能残留一条命 他是偶像巫师 算是巫师系职业里少有的奶 他应该有给自己回血的能力 可这样的话 英格里德的结局 就与历史上没有任何不同了 那肯定是错误的道路 而且 安南也并不会什么 偶像学派的法术 他毕竟不是 真正的弗雷德里克 那个天才偶像巫师 是做了梦 还是从梦中醒来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 安南其实想试试看 这两边都是真实的 或者这两边都是梦的可能性 然而时间紧促 斧头裹挟着的进风 甚至锋利到 要切开他的面颊 而他身后的落石 击中被捕时的痛苦 也是如此真实 到底要相信哪一边 安南也并不知道 在躲开和不躲 这两个选项中 如何选出第三条路 白银街的纯偶像学派巫师 也显然没有能够 化解眼前灾难的法术 如果是塑形 或是赤令学派 说不定还能挣扎一下 但姑且不论 安南并不会那种法术 而且 弗雷德雷克 是纯粹的偶像学派巫师 他们家族 为了维持纯度 不可能让他们 学习其他学派的法术 甚至在幼年时期 连一个人都不会见到 不会有人和他们说话 也无法学习实用的知识 怕的 就是破坏了那股神性 莫非我进了不属气 这小巷子 其实就不该进来 这是一个假路 只要进来 就只剩下两条路可以选了吗 安南脑中浮现出了各种猜测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 磨开分毫 既然没得选 那就选择更不会让 弗雷德里克羞愧的道路吧 在世界变得昏黄 时间流速变得极低之后 大约又过了15秒 一枚巨石从天坠 在安静无声的世界中 重重砸向了他的后背 然后 安南眼前终于一黑 哦 安南猛然惊醒过来 并且划过了总结数据 噩梦已进化 已指定身份进化噩梦 评价提升 在第一次进入此噩梦时 便完成进化 评价大幅提升 综合评价 B 得到公共经验2800点 感知 加1 得到副本通关奖励 要素理解的适应性5% 当前灵魂要素的觉醒深度 为 光辉100% 智慧47% 美丽24% 严格16% 荣耀11% 理解5% 隐藏要素已破解 33% 没有得到解密奖励 B级别的评价 这是安南 通关的所有噩梦副本中 评价最低的一个 这说明他 绝对是走错了路 这应该算是 Annie 也即是普通结局 如果之前自己在选择时 没有忍耐住那份 濒临死亡的恐惧感逃走 说不定就会触发 B的坏结局 奇怪 安南揉了揉太阳穴 从沙发上坐起身来 最开始的两个提示 完全没用上 虽然自己通关了 按说算是自己赢了 但实际上 安南却知道 自己 这次失败了 但是 分支 前面也肯定有分歧点 可是前面看上去 太过顺理成章了 安南非常流畅的 就 一条路直接打了下来 只是不像是最后那里 专门停了15秒 让安南好好想 而是让他扮演着 弗雷德里克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岔路 还是说 这个噩梦不能太入血 安南看着趴在桌子上的 奈菲尔塔利 突然猛地哆嗦了一下 就知道 他大概是惊醒了 于是他晃晃 还有些昏沉的脑袋 走过去 轻轻把他拍醒 醒了吗 奈菲尔塔利女士 奈菲尔塔利 一脸迷茫地抬起头来 安南还是 第一次见到 普通人进化噩梦之后的表情 就像是睡懵了一样 他看向自己的一瞬间 眼中闪过残留的恐惧和惊恶 紧接着 是自己为何会这样联想的迷茫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 奈菲尔塔利 有些迟疑地 看向安南 梦里面 你好像死了 但那好像 又不是你 你还记得噩梦里的情况吗 安南向奈菲尔塔利询问道 随便 什么细节 都行 在自己扮演弗雷德里克的时候 他在噩梦中应该 也在扮演贾斯特斯 视角和情报 应该和自己这边不太一样 奈菲尔塔利揉了揉眼睛 随后 他伸手扶在额头上 努力皱眉思索着 我记不太清了 醒过来之后 记忆就很快消散了 我只记得梦中的 我很奇怪 哪怕是一个片段 也是好的 安南轻笑着 补充道 不用担心误导我 我会去查证的 你只需要提供参考意见就好 我明白 智者的使命 就是提出可能性 而真正的结论 是要智者与觉者一同确定的 奈菲尔塔利点了点头 低声解释道 他又沉思了一回 不是很确定地说道 我也不确定 这段记忆是不是真的 但我记得 你好像死了不止一次 哦 安南顿时 振奋起精神 我死了两次吗 是一次被飞斧抱头 一次被洛石压死吗 如果在奈菲尔塔利的记忆中 安南死过了两次 那是不是说明 这两次都是真的 这完全可以证明 两边都不是安南的欲知梦 也不是他的死前回忆 两次 奈菲尔塔利有些亚裔的 抬起头来 是两次吗 怎么了 可在我的记忆里 赤发着眼的少女 也意识到了什么 逐渐皱紧眉头 你死去了三次啊 第118章 不幸之人 必将现身于不幸之炉 三次 安南正了一下 就算两边都是真的 那也就是死去两次 哪来的第三次 还是说 安南逐渐反应了过来 像是分手厨房 胡闹搬家 超级兔子人 战斗专快剧场 支支大冒险之类的 多人合作游戏 都是双方条件相对公平的 多人合作解谜游戏 也就是说 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谜题 都是相同的 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解决 可实际上 并不一定在所有的合作游戏中 双方所面临的谜题与困难 都一定是相同或是对称的 也有一些双方面对的谜题和困难 并不相同 而是各自面临不同困境的合作游戏 比如说 森林冰火人 双子传说 拆弹模拟器 滴答声和逃出升天 像是森林冰火人 双子传说和逃出升天 至少还在同一个屏幕内 当然 逃出升天因为遇到的困难 几乎同步的缘故 就算是分屏模式 可能也没法分心 去关注对方那边的情况 而拆弹模拟器和滴答声 还有著名的调线模拟器 We were here too 干脆都是 要通过对方的叙述和互动 来得到情报和帮助 其中任意一个人的游戏体验 严格来说 都只有这个游戏的一半 幻热也是这种模式的双人合作游戏 那么扮演弗雷德里克 和扮演贾斯特斯的两个人 完全有可能 面对的关卡根本就不一样 比如说 弗雷德里克 只有过去与未来的两段 而贾斯特斯那边 却还有第三段剧情 耐克背叛了弗雷德里克的 另一个贾斯特斯 应该就来自这第三段剧情 这恐怕也是 奈菲尔塔利醒来的时间 比安南稍晚一会的原因 安南了然 可惜 奈菲尔塔利不能像是玩家一样 在没有进阶成超凡者之前 就能从梦中保有意识 入梦后 就会失去意识的他 只要醒来 就会忘记噩梦中的大段经历 没法向安南叙述副本类的情节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预估者 赛提的故意设置 这个噩梦 是不会提高等级的类型 这意味着 就算奈菲尔塔利 再通关个几次 也不会进阶成超凡者 安南回忆起灰教授 看破自己身份时的言语 顿时心中意灵 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 安南微微眯起眼睛 陷入思索 如果安南没有猜错的话 预估者赛提 也就是以前 灰塔的灰教授 他的真实身份 多半就是那个特里希诺 也就是在未来段的 导入剧情中 提到过的那个 谋杀与阴谋之神 悲剧作家的教宗 在那段引入剧情中提到 不洛之盾 贾斯特斯接受了 来自教宗特里希诺的合约 让他带一名偶像巫师 抵达梅境极地 让他去感受梦与梦的间隙 按照他们之间的关系 只要贾斯特斯直说 需要弗雷德里克帮忙 弗雷德里克 未必不会去帮他 但是贾斯特斯直到最后 依然也什么都没跟弗雷德里克说 这里面的信息量就很大了 还是个秘密团 安南新说 反过来说 只要得知贾斯特斯的秘密 一切谜题就都解开了 特里希诺到底是谁 能让贾斯特斯这么听话 从少年段的剧情中 可以看到贾斯特斯 对灰教授非常崇拜 而且他所喝的魔酒 正是灰教授赛提 用于封印圣海谷的酒 正巧 安南不仅知道 圣海谷泡酒的属性 他甚至自己 就有一瓶圣海谷 进出物正义 就算贾斯特斯的 那瓶龙棉药剂中 缺少作为主材料的龙血 可灰教授 毕竟是能够完成 至高冠冕的偶像巫师 他说不定能优化这个配方 虽然这是某种药剂 但他并非是人工合成 所以转化学派 反倒会不如偶像学派 更了解他 窃贼圣者阿芳索 就是依靠勇气之孩的 萃取叶制成的转化合计 才得到了 能够容纳勇气之孩的资质 如果那个时候 还没有决定 由阿芳索来使用勇气之孩 或者说 勇气之孩的强制适应技术 一直完善到阿芳索 才能顺利应用的话 他就应该有上一代的试验品 想到这里 安南心中猛然一寒 串起来了 一切都串起来了 短短一瞬的愤怒 永无止境的悔恨 这是贾斯特斯 在噩梦最开始所说的话 提到勇气 就会想到莽撞 然后便是暴墓 贾斯特斯的性情大变 或许也并非真的是 因为他与外界传言截然相反 从贾斯特斯而实的状态来看 他也不像是那样 暴躁易怒 喜欢迁怒他人的人 倒是更像是标准的 热血翻男主 鲁莽 开朗 重视友情 以及不太聪明 他会迁怒于领东 或许就是因为 勇气之孩的萃取叶 改变了他的心智 英格里德的死 的确与领东有点关系 但也非常勉强 风暴之女 会选择自我陷阱 那就说明 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而当时领东 也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 能够继任风暴之女了 就算怪智者 实际上也怪不太上 姑且不论智者们 当时的判断 的确没有错误 毕竟在接到消息后半天 就直接发生了地震 如果他们正在避难 说不定死伤者反而会更多 而且在短短12天的 保护空荡期中 最后也只有班古林 出现了地震 其他地方安然无恙 而且班古林 也只是石林 因此而毁灭 城市里 就连房子都没有开裂几处 死者与伤者加起来 可能都不到识人 同样身处班古林的贾斯特斯 一直都待在烤肉店里 结果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如果跟着英格利德 进入小巷子的 不是弗雷德里克 这个体弱的巫师 可能直接抱着他 就跑出来了 或者哪怕是个正常些的巫师 有化石维尼 或是位置 变换之类的法术 也都可以从中顺利逃出 恰好是弗雷德里克 恰好是英格利德 英格利德会因此而遇难 更多的原因 是因为 他正好躲在了小巷子里接电话 结果出事的时候 跑不出来 更是因为他身边的建筑 就是城市里 少有的几个超高建筑 智者们真正的责任 反而是在班古林 已经发生了地震后 为什么没有通知居民 都现在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虽然这个问题 因为后来的11天 的确没有发生地震 而接了过去 但他们的处理 的确是有问题的 然而 他们的结论 与英格利德 反而是无关的 那么狼教授 为什么会选择 报复领东宫国 如果说 狼教授既不是贾斯特斯 也不是弗雷德里克呢 大量服用的圣海骨 进出物这种毒酒 这真的是贾斯特斯的 自愈能力 能够恢复的吗 既然这种进出物 能够改变阿芳索的心智 他又为什么 不能改变贾斯特斯的心智 除非 贾斯特斯的心智 早就已经被他改变了 安南严重怀疑 英格利德的死 他却非要在吵闹的地方 录了这么多 这或许就是他算到了 英格利德 如果听不清的话 就会到比较近的地方 去接电话 而他也同时算到了 班古林会发生地震 他猜到了英格利德会死 也猜到了 贾斯特斯会看到这一切 却能安全地活下来 如果他真的是 悲剧作家的教宗 那么这种事 说不定他真的能做出来 莫非这就是 不幸之人 必将献身于不幸之卢吗 安南低声南南道 而如果英格利德的死 是他所谋划好的 那么贾斯特斯 接受这份合约 前往没进基地这件事 恐怕与多年前 班古林的事件 一模一样 第119章真相 只有一个 听到安南的低欲声 一旁的奈菲尔塔利 有些好奇地凑了过来 吉兰达伊奥 殿下 可奈菲尔塔利 尴尬地低头轻咳一声 尽管知晓了安南的秘密 但他显然还不太适应 吉兰达伊奥 就是安南 领东这件事 虽然吉兰达伊奥 也能算是帅大叔 然而这过于 和善剑谈的形象 与他想象中 那个凛然淡漠的 帅气正态形象 显然是不太相符的 虽然他没有见过安南 领东 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伊凡大公 但奈菲尔塔利 就是固执地觉得 传说中的安南 领东肯定是一个人 狠话不多 沉默寡言的白毛帅正态 他的目光略微犹疑 随后板起脸来 做出严肃的表情 您刚刚念的 莫非是 赞颂天车之书 的确 安南温声问道 你也听过这首诗吗 奈菲小姐 嗯 挺常听的 老师很喜欢这首诗 我们不仅在上课的时候 要学这本书 而且在我们毕业 准备去追寻各自 梦想的时候 他也会将 赞颂天车之书的 其中一句 送给我们 作为人生真言 奈菲尔塔利答道 当然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 会把它视作一种预言 毕竟 这可是老师为 每人单独开出 内容各不相同的 预言啊 老师 他除了偶像学派之外 也同样精通 先知学派的法术 一位黄金街的偶像学派 兼先知学派的巫师 做出的预言 说不定能够知道 自己未来的一生 大家都是很信这个的 闻言 安南心中微微一动 好像隐约摸到了什么 他转开口询问道 那么 奈菲 属于你的真言 是哪一句 是这首长诗的主角 天车 在寻求风于同中之光 不得意识到 自己是个凡人后 在 武关岛上遇到的 那位白痴圣徒的台词 奈菲尔塔利沉思了一会 我的舌头 仅为自己发出 强而有力的言语 我的双手 仅为自己涂鸦及劳作 我的双脚宛如野马 凭我自己的意愿 而在野地里随性奔跑 但唯独我的眼 我的眼不属于我自己 我眼中所见的 却独不是我自己的世界 而是众人眼中之光 也而我断定 我不是人 我亦不是光 我是窥光之人 目见天车之人 听到这话 安南的脊背逐渐发凉 这并非是恐惧 而是兴奋 雀跃难易的强烈兴奋 是面前强敌时的挑战感 是的 如果之前还只是推测 那么如今安南越发 锁定了这项事实 灰教授 预估者赛提 是教宗特里西诺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这一切 都是他的计划中的 可能性 也是越来越大 奈菲尔塔利 可能听不懂这段真言的 真实含义 因为他并不知道 安南就是 天车之书的持有者 否则以奈菲尔塔利的智慧 立刻就能联想到 他的使命 本身就是引导安南 来到这里这件事 可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么安南与奈菲尔塔利 递结 有益这件事 也应该在教宗 特里西诺的计划之中 然而让奈菲尔塔利 相信安南的那件事 是安南进化了包执墨房 而包执墨房本身 又与黑寡妇有关 这是否说明 黑寡妇也在教宗 特里西诺 或者悲剧作家的阴谋之中 该说 不愧是阴谋之神吗 安南深吸一口气 悲剧作家最麻烦的地方 在于 他的部图回报这一点 一般人 无论是预备谋杀 亦或是编织阴谋 肯定都有自己的目的 也极是动机 他们必然能从谋杀 或是阴谋中得到好处 或是消你坏处 因此也可以从 他们的所求 所图中 反向推导出他们的计划 可这个规则 在悲剧作家面前并不起效 因为悲剧作家 他只是想看一出好戏而已 假如赛提 真的就是教宗特里西诺 他能够预测到 几十年后的未来 甚至能看到 静中人与黑寡妇的力量 参与过的噩梦 这里肯定有悲剧作家 为他提供力量 不然他一介凡人 如何才能窃夺 谋算到未来的神明 但是 就现在来说 安南已经扳回一城了 他虽然不能确定 预估者赛提 是否真的是悲剧作家的教宗 特里西诺 但是有一个人必然知道 那就是静中人的教宗 本杰明 只要向他询问 安南一定会得到结果 而且他其实已经有所预感 多半事实 就是他所想的那样 静中人没有亲自出手 拿回自己的力量 恐怕就是因为 他不想与悲剧作家 这位老牌 神明发生神战 因此才不破坏他的棋局 让安南代替他的意志 来对抗他的教宗 就冲那个愉悦神的性格 他多半不会有所偏袒 而只要赛提 就是特里西诺 那么 他一切行为的动机与规则 便已然映入安南眼中 他的所有阴谋 全部建立在信息差上 英格利德不知道 地震即将发生在自己身边 因此被地震所杀 贾斯特斯和弗雷德里克 同样不知道 英格利德会出事 所以他们 没有救下英格利德 贾斯特斯 不知道弗雷德里克 知道他暗恋英格利德 因此 将自己的恨意埋藏于心中 而没有对朋友说出 弗雷德里克不知道 贾斯特斯决定背叛他 所以 也没有对他多说什么话 领动人不知道 将火山喷发的灾难压制回去 会造成什么后果 地下人也不知道 风暴之塔的作为或是 不作为都可能会导致 地下世界的崩溃 贾斯特斯同样不知道 风暴之女的自我牺牲 同样是为了保护世界 奈菲尔塔利 不知道包执墨房的形成 有着另一位神明的干涉 所以才会感谢 为包执墨房 做出贡献的安南 他更不知道 安南就是天车 所以不知道自己 真言的真实含义 才将安南带到了没进极地 他恐怕也不知道 自己的哥哥 到底是如何继承的圣骸骨 这其中的操作 与禁忌是什么 一切都因为不知道 全部的悲剧 都是因为这种不知道 人们认为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公之于众 告诉他人 人们也对自己 接触不到的东西 懒得了解太多 为什么噩梦 患热只是 普通的通了关 却也给了要素 理解的适应性 如果这个噩梦中 有特里希诺的参与 那么一切 就顺理成章了 安南没有忘记 在奈菲尔塔利 交还给他的秘密中 预估者赛提 已经失去了 他原本的要素 他原本的要素 是什么呢 恐怕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 安南从噩梦中 得到的理解要素 安南突然迷悟 这种跨越因果的 结论的能力 并不只是因为 吉兰达伊奥的躯体 有着先知 巫师的等级 恐怕还有他刚刚得到的 尚未萃取的 理解要素的影响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预估者 赛提会抛弃 自己的理解要素 他恐怕早已将其 觉醒至完全形态 甚至依赖要素的力量 才能布置 如此之多的阴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将其抛弃 之后的赛提 应该就已经完全 失去了布置阴谋的能力 在计划尚未落实之前 就将这份力量 早早抛弃 他到底要做什么 是更换自己的要素 还是将特里希诺 与赛提完全分割 无论如何 安南都已经找到了 正确的解答公式 命运乃天车之轮 无论特里希诺 预言到了再多的东西 唯有安南本身 是他无法预测的 那么 只要找个靠谱的玩家 一起带入噩梦中 就可以了 这个噩梦 死去并不会增加轻视度 也不像是包执墨房那样 有着特别多的坑 它最困难的地方 在于进入噩梦的钥匙 非常难得 一位白银街的偶像巫师 一位非巫师职业者 没进极地 三个秘密 每次失败之后 要是重置 就需要重新 再交换三个秘密 才能再进入 可一般人 哪来这么多 可以随便交换的秘密 结果 恐怕就是 换着换着 两个人 就会不自觉间心生贤心 而如果再换一个人进入 那么又很难形成默契 但玩家无所谓 玩家与安南 隔着整整一个世界的距离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绝对不会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 而噩梦 幻热 本身 也是特里希诺 最为擅长的信息 插索形成的噩梦 但他一定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个东西 叫做直播 第120章 《时梦者特里希诺》 赛提 为了让奈菲尔塔利醒悟 同时也是 为了提醒他 预估者的真实身份 安南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一切 而是将奈菲尔塔利 直接带到了本杰明面前 不出 安南的预料 或者说 他之前的直觉 果然非常准确 本杰明亲口确认了 安南的猜测 预估者赛提 果然是悲剧作家的教宗 特里希诺 而且他侍奉悲剧作家 不是一天两天了 根据本杰明的说法 至少在他自己 还没毕业的时候 赛提就已经是 悲剧作家的教宗了 当时 我因为想要学习 偶像学派的法术 而泽地黑塔 没有偶像学派的导师 一度想要去其他乌施塔 那边拜访学习 本杰明坐在桌旁 扫了一眼沉默着的 奈菲尔塔利 转向安南说道 当时我拿到了相应的权限 能够调用乌施塔内的资料 里面就提到过 石梦者 特里希诺 赛提的事迹 这是他黄金街的职业名 奈菲尔塔利小姐 你应该还不知道 他的职业名吧 本杰明的语气 平静地叙述着事实 但总是给人一种 好像在嘲笑 什么一样的感觉 因为只要得知 石梦者这个职业的正式名 就很容易会与他的 所作所为联想到一起 特里希诺 赛提是以凡人梦想为时的魔人 越是璀璨的初心 在人们将其遗忘 抛弃时 所迸发出的诅咒 就会越强大 本杰明解释道 人们习惯于将抛弃 不切实际的梦想 作为求的生存的手段 就如同在野外求生存的人 抛却行囊中的钱财与珠宝 为了降低负重一样 这是人们在用 极有价值的东西 交换生存机会的行为 因此 也可以将其视为 一场最伟大的陷阱 为了生 为了存活而进行的 全心全意 要抵达目标的陷阱 陷阱璀璨的梦想 换取更好的现实 偶像学派的巫师 毕生所求的 便是将自己比你为神 这可能是最违心的巫师流派 他们必须百分之一千的相信自己 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得到 换言之 他们在拥有神的力量之前 必须先拥有神的心态 开始信奉神明的偶像巫师 他的力量就会衰退 至少一半 弗雷德里克是这样 特里希诺 赛提自然也是这样 逐渐变得非人化 是所有偶像巫师都无法阻止的 只要使用偶像学派的法术 就会不断向这个方向前进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本身 如同士能学派的巫师 一定会逐渐流失感情 变得淡漠 先知学派的巫师 会在无数未来可能性中 逐渐迷失自我 分不清现在过去未来 夺魂学派的巫师 终究会走到 修改自我记忆与性格的地步 塑形学派的巫师 更是会改变自己的身体 这并非是法术本身的代价 而是基于命运的诅咒 如同体强 则易击 多智则生疑 巫师们的现代学派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为了统合相近的诅咒 如同操控灵魂与心灵的巫师 都很有可能会走到 修改自我记忆与性格的程度 无论是将他人灵魂中的记忆 吸入体内 还是精细地切除胆怯 或是傲慢之类的情感 本质都是没有区别的 他们都碰触了相同的禁忌 几乎什么都做得到的力量 就会根据信仰的不同 而具有方向性 那么 为什么赛提并没有变弱呢 本杰明意味深长地说道 还是说 他早就已经变弱过了呢 奈菲尔塔利从最开始就理解错了 他以为 他的老师让他们回来 数值才是目的 但其实不回来 才是正确的 特里希诺 赛提的确在试图完成四轮的运转 但他的目的 不是采用已完成的愿望 返回到自身这种许愿机的古典模式 他也并非是一直都在失败 他一直都在吸取力量 他将学生的梦想比你为祭品 而将自己比你为接受祭品的神明 他的学生们 将自己此刻视为珍宝的梦想教于自己 而他将满足他们未来的愿望 这一来一去 看似谁都没有亏 赛提得到了力量 他的学生们得到了很好的生活 唯一的遗憾 就是心中那永远无法忘却的 如同伤疤一般 始终刻在心上的最初的愿望 就如同初恋一般 无法忘怀 但实际上 他的学生们所出售的 是自己原本的命运 他们璀璨无比的愿望 如果沿着自己的道路随意前行 自然有可能碰壁 但更大的可能是 这份炽烈的愿望 终究得到满足 然而 特里希诺 赛提却在故意改换他们的初心 是的 用梦想本身交换实现梦想 看似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悖论 但其中有非常简单的捷径 只要换一个梦想就好了 他并非是没有付出代价 而是即使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他也依然如此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 特里希诺 赛提只招收年轻人作为学徒 本杰明毫不留情地指出 真相 并非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喜欢抱着梦想的少年什么的 而是因为 世人下意识地认为 年轻人是不成熟的 他们所保持的梦想是幼稚的 人们愿意相信 随着他们的成长 终有一日梦想会得以改变 如同 昔日改变了梦想的自己一样 正是这种思维 或者说 这份祈愿 让他们不认为特里希诺 赛提的所有学生 都在学习过程中 改变了初心这件事有什么奇怪的 最多只是怪谈中会提个两句 赛提是一个吞噬梦想的怪物 赛提身上有着诅咒之类的话 但世界上哪有这种诅咒 本杰明吃笑一声 都是阴谋而已 什么阴谋是最不容易被发掘的 那就是 让所有人都得到好处的阴谋 就算敏锐的人 已经感觉到哪里不对 但因为自己这边也有一份汤 便会保险起见 闭口不言 因为一旦破坏了这种默契 别说吃肉 说不定连汤都留不了 这才是高明的阴谋 本杰明说到这里 深深望向奈菲尔塔利 你是他唯一完成了愿望的学生 既然特里希诺教宗 没有干涉你的行为 就说明 你肯定具有某种不可取代的特殊性